香港最有权势的女人,老公生日马云去捧场,身上戴的首饰超一亿元。 陈岚跟向华强两个人创立了中国星之后,拍出了不少的好电影,香港许多著名的艺人,戴上在陈岚的帮助下,才开始哄起来的,包括周星驰、李连杰、刘德华等等。 不过说起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,不管怎么样,才是似乎都不能跟那些地产富豪李嘉诚,李套基相比,不过正义就错了。 像华强家族可以说是香港最大的隐形富豪家族,陈岚自然也算得上是香港最有权势的女人,甚至没有之一。 看看坊间流传的那些故事,陈岚出面帮多少明星摆平多少事情就知道,她的诠释有多大了。 不过其实这些对于陈岚来说,不过是小事。你要知道像华强家族可是什么背景。 不久之前,像华强六十大手,当天自然许多明星都到场祝贺,场面刊立群青演唱会。 而连华人首富马云都到场祝贺,能让马云亲自去捧场,像华强的势力不自然不用说了。 像华强出生的像家,在香港势力之大,连四大家族都比不了。像华强的父亲叫做像钱。 像钱出生于1907年,是广东潮汕的海陆丰人。 这个地方的人民风彪汉,像钱很早就去参军了,而且还混了混到了军统少将的职位。 像钱是当时败利的德艺门生,像家在当时的势力已经非常庞大了。 像家去香港,最早是因为像钱的工作需要,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,作为一个特殊的地方,成为了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。 每个势力都想要控制的地方,于是像钱就被派到香港去从事特务活动。 因为像家开始在香港落地生根,为了掩护间谍活动,向钱在香港创立了创立印安工商总会,太平山体育会,印安公司,新安公司等等机构。 印安公司,到底是不是香港著名的黑社会新印安的源头,谁也说不清。 像华强每次谈到这里的时候,都极力去否认。 不过像家的发家,确实并不是做正当生意,当时香港非常复杂,各种势力盘踞,造成了畸形的繁荣。 英国老师,英国老师想靠香港来捞钱,于是黄赌赌在香港盛行。 当时赌就是控制在香港的利息甚家族手里,他们也是当时的香港首富。 赌就是控制在向家手里了,向钱通过包赌的方式,获得了巨大的利益。 另外向家还有一个巨大的收入,就是靠收取保护费来谋取暴利。 向家在香港的庞大势力,在1953年第一次受到了冲击,当时因为涉及黑社会活动,向钱被驱逐到了台湾。 其实熟悉香港黑帮历史的就是知道,在这之后香港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,代表人物依然是潮汕人大独销吴熙豪跟武艺探长吕乐。 可以见50年,向家受到打击,并不是香港真正的扫黑,而不是一次黑吃黑而已。 向华强是向前的第10个儿子,他总共有13个兄弟姐们。 即使在50年代的打击之下,新一安开始衰落,不过经过了新的龙头的发展,换餐的新一安又成为了香港的第一大势力。 除了龙头老大外,下面还有五虎十节,而且经济实力非常强大,势力一度遍及西欧,美国,澳大利亚及东南亚。 不过在80年代,跟90年代又遭到了两次打击,如今早已在黑社会商业化,这也是为何香港许多老大也喜欢拍电影的关系。 虽然如今不敢如此明目张但横行无际,但是陈岚无疑是香港最具权势的女人。 陈岚年轻的时候也算得上风情万种,如今虽然年纪大了,但是依然雍容华贵。 陈岚曾经花了八千多万拍下一颗钻石,代名为《中国之星》。 当时在记者发布会上,陈岚带着记忆的钻石吊坠,还带着差不多三千多万的珠宝首饰,总计算一元的首饰的出席。 首饰的价格差不多一层豪宅,可见像家的不仅势力庞大,财力也是顶级。 师傅 Until next time one, bye-bye.